前NBA球星林舒豪正式加盟高雄钢铁人队 而在今天也首度亮相 并且透露接下来在2月12号将会正式登场进行比赛 对战梦想家队 不过他当然也会拿来跟博寿霍华德 在第一场的票房进行比较 四号抵台的前NBA球星林舒豪 8号首度公开露面出席加盟高雄钢铁人记者会 球队总经理送上背号7号的球衣 向正林舒豪正式加入球队阵容 队友也全员出席表示欢迎 刚且就是有很多朋友结婚 对我们内阵年轻球员 包括我跟Kenny聊完以后 就是聊起他们的方向 他们说的方向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是适合我 因为认同球队大南方计划 林舒豪选择加入钢铁人 除了尽力帮助球队战机 也谈到自己对于加入球队的期许 我最大的目标第一就是 为上帝去拿球 第二个就是我希望可以快乐 就是召回篮球带来的快乐 因为我觉得这三四年可能 我这个热心可能被影响到 林舒豪也提到因为自己回到台湾 也引起其他NBA球星的兴趣 纷纷询问是否可以帮忙牵线 林舒豪也预告自己将在12号对战 台新梦想家队首度登场 与球迷相约周日球场见 记者柯峰以邱建讯 红荣兵SNG小组高雄报道